好,那現在我們要正式 算是正式課程了 來,首先第一堂課呢 先跟各位介紹這個要方位一點的 還有聽聞基本常識 幾個簡單的聽聞常識 而且我也跟各位講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通常我常常在飯店 最常跟大家接觸的其實就是這個主題 那你可以看 在飯店很多人是來度假的 他不是來聽課 所以你今天如果在飯店要講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講 大家才會有興趣 好,來 可以了解一下 來,首先呢 先今天我們也就是跟大家第一次見面 所以送出大家一首詩 這個詩你應該以前有沒有聽過吧 這我也幫你出詩 好,那其中呢 第一句 人生不相見,動如生與上 精細不合心,動如生與上 然後後面 我就不講 好,重點是前面這一句 好,人生不相見,動如生與上 其實最早呢 杜弗 他寫給這個他的好朋友 這首詩就是說 哎呀,我們平常很難見到面啊 就好像生與上一樣 哎,生與上是什麼意思 他分別代表天上的兩顆形 一顆在天上的一個星座叫做烈戶座 冬天的叫做烈戶座 烈戶座他的右肩膀 烈戶座各位有看過嗎 有看過烈戶座,請舉手一下 好,有三位看過,四位看過 烈戶座最明顯的就是 肩膀兩顆星 腰帶三顆星 膝蓋兩顆星 有嗎 好,那他就是右肩膀這邊一顆星 是紅色的 中國姓名叫做 身、袖、肆 來,我拿一支名現象 臉戶座 臉戶座 因為這邊的空標很好 來,我開個燈一下 因為這個 白板 這種白板開燈的話 請問會看的話 來 烈戶座的先把 叫做 身 身 住宿的宿念 破音字 住一宿 然後宿 在天上的星星 我們念 秀四身 身秀四股 烈戶座的肩膀 那顆星 身秀四股 它是一顆紅色的星星 然後呢 另外 動物生 傷 傷 使得是 夏季的星座會上來了 天蝎座 來 我這邊稍微寫一下 烈戶座 也稍微知道 中文字不要寫錯了 烈戶座 然後呢 夏天有一個星座要慢慢上來了 而且是 黃道十二宮裡面 那個星座最漂亮 叫做 天蝎 那蝎子寫到這樣子就好 沒有欠字喔 有那個欠字的話 是 沾心去的 邪法 我們這個叫做 天蝎座的 邪法 天蝎座的心臟 那顆星 叫做 星 秀 二 五 OK 它也是 紅色的星星 它也是 紅色的星星 可是在天上呢 相距了 將近180度 所以 哪一顆星星 要從東方地平身上來 另外一顆星星 就說 西方地平要下去 所以 兩顆星都被把它見面 所以 杜甫就說 我們很少碰到面 就好像 生鏽絲跟 行鏽兒 這顆星一樣 永遠都 碰不到 就好像幾乎很 碰到面 欸 精細複合性 今天是什麼樣的 晚上 供詞跟 組裝 可以讓我們能夠 共聚一堂 OK 好 所以我通常在飯店 也是常常會 各位送給大家 飯店的 這些來賓 這首詩 覺得說 欸 我跟這些來賓 就是第一次碰面 就好像生 生鏽絲 新鏽兒 這樣 平常很難見到面 但是今天晚上是 非常特別的晚上 可以讓我們能夠 一起在燈光底下 OK 好 所以呢 來 接下來 所以從這首詩 點出了 兩個星座 裡面的 兩顆星 好 來 所以呢 剛才我們在前面 稍微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我們在認 天上的星星 重點的目的 在做方位點認 那剛才我們也 有稍微跟各位提示過 我們要找到北方 最重點是要找到北極星 對不對 但是北極星 不是天上最亮的星 請記住 雖然它是指北方的那顆星 但它不是天上最亮的 好 所以我說 常常有時候走在路上 突然去看那個男生 他摟著女生 然後 想要展現他最厲害的一邊說 你看 天上那顆星 最亮那顆 它就是北極星 那我們要摟著這個 有教育的良知 我們就走到後面去 對不起 你講錯了 最亮的東西 是北極星 它們已經在那裡 就在這裡 好 所以請各位 那個 上完這個課 請千萬要知道一些 做正一些概念 好 OK 方位點認 重點是要找北極星 你就知道北方在那裡 可是因為北極星不是很亮 它是二等星 什麼是二等星 這待會我們會介紹 反正你只要把握一個原則 數字 越小 星星亮度 越亮 甚至星星亮到負的 就更亮 OK 負的時越大 越亮 像我們的太陽 你知道太陽的星等是多少嗎 負二十六 五 五 零 八 當然這數字 不要請各位注意 但是只要這樣 各位也順利注意 偷影片 我的偷影片裡面 落標黃字 基本上就是比較重要的 各位最好選這個課 用它來記住 好 北極星是二等星 沒有很亮 我們要借助其他的 比較明顯的星座 或星星來認它 首先 所以大雄星座的北斗七星是大家最能熟成的 奇葛星像勺子一樣 可以靠著勺子來找北極星 另外呢 因為在台灣的地區北斗七星距離北極星有一個距離 它感覺所有的星星都要環繞北極星在傳 它會環繞到我們的地平下去 所以我們就說在某些季節的晚上 我們看不到北極星 我們就要界另外一個星座來找北極星 誰呢?五顆星像W或者是M 叫做先後座來找北極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來 今天的下午的時候光害真是大 來 從這個畫面當中 我就是針對國極星復興的星星 去抓的畫面 不是拍的 請問 誰能夠跟我講北極星星在哪裡? 右邊 對 你看 有光害大家就比較不會認錯 我有在很多飯店裡講 然後講的時候 都把這個燈關下來 而且是晚上時間 所以你也不會外面來的光害 所以很多人一看 大家都是說中間 各位也會仔細看 你看中間 也很像北極星喔 中間 一、二、三、四、五、六、七 像不像北極星? 也像的咧 可是這個星座叫小熊座 真正的北極星在這裡 一、二、三、四、五、六、七 來 我問一下 我的課堂通常有一個做法 誰 如果我問的是開放性的問題 不是選擇題 如果我問的是開放性的問題 你能夠答得出來 我加分 也就是說呢 而且我加總成績 兩分 總成績兩分很多喔 各位不要小看總成績兩分 來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你看 當然 我課堂上 不反對各位滑手機 因為 如果你 你用滑手機來找答案 可以找得到 起碼你是 因為 為了課堂上的需要 去滑手機去查資料 我可以接受 好不好 來 請問 北極星星這七顆星 有沒有人可以講出他的名字出來 欸你們 你們在看幾個小說喔 都想金庸手 或金庸的 那個 前一陣子也有播那個神雕俠侶啊 各位有沒有看過啊 陳延熙的神雕俠侶 都沒有看過 有 有沒有人知道這些舉手 那講的這些舉手 把七顆星點出來 欸看來你們手指動得不夠快 怎麼查路 全都沒查到 沒有大家可以查到 來 好 OK 好 等一下 下課 我再問你 找 來找我 你是均勻嗎 好 我這邊也知道 既然知道 我先出擊一下 好 好 這七顆星的名字就是 天書 天拳 天機 天拳 浴盆 開揚 曉光 OK 好 在金庸小說的 神雕俠侶裡面 有一個教派 把這個 七顆星 當成那個教派 有一個 真事 一個 一個招式 七個人要一起 有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個教派 他們 好 OK 好 好 好 所以來一趟同學 好 不錯喔 這時候突然怎麼會知道 你不是說 剛剛我跟你們有沒有看你 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看 沒有看啊 你是看電視劇還是看書 看書 沒有不錯喔 好 再來喔 全真教 他媽的七顆星 排成一個正式 請問正式的成教是 有人知道 好 好 我直接講答案喔 他叫天鋼北斗鎮 鋼是這樣子寫的 天鋼北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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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那個故事講到是 郭敬帶著雅過 上到山上去之後 結果呢 這個全真教太的人 以為他是蒙古來的人 因為不認識他 以為是蒙古來的人 所以 紛紛排成 天鋼北斗鎮 在對付這個郭敬 可是呢 你知道郭敬他後來 站在某一個位子 就自助了這個 北斗的情形 這個天鋼北斗鎮 的正式 你們才看他站在某一個位子 有人知道嗎 好啦算了 比較少人再看 我直接講答案 他站在北極星的位子 這一刻 來 北極星 跟各位講一下 北極星 他真正的中國姓名 叫做郭敬義 他真正名字不叫北極星 就跟總統一樣 總統這兩個字是代名詞 他會換人座 OK 他會換人座 北極星也會換人座 先跟各位講一下 通常 這邊請注意一下 你看到一個星座 跟星星的名字 你把後面的一二三四遮起來 前面 是代表有意義的一個名字 對中國來講 他是一個星座 因為他這邊是 勾成一二三四 勾成一 勾成二 勾成三 勾成四 這四個這樣子 這幾個名字起來 是一個星座 是中國的星座 不是西亞的星座 星座 他的星座都叫勾成極 勾成極 勾成極 這樣了解嗎 那勾成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講 勾成在中國代表是什麼 中國是有意義的 我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的北極星是這一顆 可是孔子時代的北極星 是這一顆 孔子時代兩千多年前 北極星是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 真正的中國星座 叫做皇帝的地 下面這一顆很亮 也算有點亮 這一顆叫太子 上面這一顆 比較淡一點的 叫樹子 別為樹人的樹子 它上面還有一顆更暗的 叫做後 後公 這顆很亮 那那個後公 皇后的後 後公 後公 所以 帝 太子 樹子 後公 欸 你覺得它是代表什麼意義 這是不是就跟 在我們封建制度下 這一區好像跟 那個皇宮裡面的 那些皇室家族沒有關係 有沒有 其實不是只有這一區 這一區 從這裡喔 到這邊這一區 這一區所包圍起來 那區域 都是裡面的名字都跟皇宮大臣 那皇室裡面的人有關係 在皇宮裡面做事的人有關係 甚至還有天廚 天上的廚房 天廚 很多名字有關係 欸 那這個構成是誰啊 你覺得構成會是什麼 來 我現在到我再開始 我要準備講一個故事喔 欸 不算故事啊 某城是誰 我要描述一下 請問一下 皇帝每天晚上 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辦 叫做什麼 各位知道嗎 睡前 嘿 短牌子很好 對 皇帝每天晚上要翻牌 欸 那端子翻牌的是誰 好 太監 沒錯 太監要翻牌 好 就是太監端著牌子翻牌 可是你覺得翻牌算公平嗎 你覺得翻牌算公平嗎 你覺得翻牌算公平嗎 你覺得翻牌算公平 為什麼你 怎麼會覺得不公平 好 嗯 還不錯 反正就是 這個太監可以做一個手腳 其實如果這個太監知道 皇帝特別喜歡哪個女的 他可以把他 甚至做一項記號 他也會把他排在 以後可以跟皇帝安息 以後就翻中間那一張 我會排在最中間 對不對 那這次呢 後公加以三千 誰不希望獲得這個皇帝的寵信 所以以我為你那個 這個太監 賄賂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呢 其實在漢朝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個翻牌的弟弟了 所以他曾經有 有漢朝時期 曾經有規定皇帝喔 今天翻牌人在這裡 欸 皇帝要站得圓圓的 欸 那這樣怎麼翻不到牌啊 我怎麼翻牌 如果你說我指令弟幾丈 欸 那個 那個 翻牌的太監也變作假 所以今天要怎麼樣 今天要翻牌的時候 皇帝是要拿一個吊蓋 遠遠的在那邊吊 因為吊蓋很長嘛 然後這邊 躲來躲去 不小心 吊起一張 欸 吊起一張之後 現在這個端牌子的太監 欸 吊起了 趕快把這個牌子拿下來 然後再扯給皇上說 皇帝今天你就是跟他一起睡覺的 那請問我講到這兒 有的人知道郭城是誰 那 答對了就是太監 郭城就是太監段牌子 那個 他今天皇帝撲到哪一張牌 他就把那一張牌 承給他 那這個官位 就叫做郭城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說好 同志時代的美濟性是 他 所有的心心都圍繞他 他打賺 可是現在呢 我們全部都繞著 太監打賺 糟糕 那這個太監是誰啊 各位仔細想一下 因為這是中國的 中國傳一下 欸 到底是指台灣的 還是大陸的 還是指什麼 欸 不知道 我也繼續想喔 OK 但是我也跟各位講喔 現在的美濟性 剛才講過是他 孔子時代的美濟性是他 那埃及時代的美濟性 是這一顆心 是這一顆心 這邊不是有一個開陽嗎 那剛才我說這是 弟跟太子啊 弟跟太子的中間 去跟開陽連線 的中間這邊 這一個星座叫做天龍座 天龍八部的天龍 天龍座 然後這一顆心的名字叫做 左右的右 然後蘇 天蘇的蘇 叫做右蘇星 埃及時代的美濟性 是他 右蘇星 天龍座的右蘇星 孔子時代的時候 是小熊座的地星 就地 這一顆星 現在這時代的美濟性 是勾成一星 勾成一星 OK 小熊座的勾成一星 可以嗎 所以他一直在變動 但是各位放心 我們這個 在我們有神之靈的時代 基本上 美濟性就會像他了 不會變 他會慢慢的一直移動 但是 過了兩 那個什麼 一千年 五百年一千年 可能就換擁作 OK 那為什麼會換擁作 我這後面 可以再慢慢聽說 我也講到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有沒有看到先後左向 W或向A的先後左在哪裡 嘿 最左邊 1 2 3 4 5 這五顆星 來這五個星星的名字 來看一下 王良1 王良1 王良4 側 隔到2 隔到3 好 這個地方呢 一樣 我們先習慣了先把數字遮起來 王良 其實它有王良1 王良2 王良3 王良4 OK好 它是這樣子的 只是這邊的星星比較暗 王良1 王良4 這王良是什麼 王良4 王良4 很會駕馬車的車輔 很會駕馬車 那隔到是什麼 來隔到2 隔到3 先把數字遮起來 隔到是什麼 隔到是馬車走的道路 那中間的車輔 那中間的車輔是什麼 你一定要測一下馬 馬車會走嗎 所以你看喔 皇帝要出巡 原本皇帝知道 皇帝要出巡 那時候 總是要有一個旁邊 在城牆外面 總是要有一個行為家 馬車人在那邊準備等候了 然後呢 接下來馬車只要一種 就要去走隔到這個馬車走的道路 然後呢 今天 要讓馬車走之前 要先測一下 所以是測 所以有沒有 中國一天上的星 其實都跟 我們中國之古以來 封建制度 以下 相關都是有關係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北極星怎麼認 先從北斗西星 來找北極星 怎麼找 其名這兩個 第二顆 往第一顆 然後這個長度 這個方向 從這裡開始算 1 2 3 4 5 來看 這一段的長度 從這裡開始算 1 2 就是這樣 1 2 3 4 5 5 就會找到北極星了 好 所以北斗西星的找到 比較簡單 先後座的找到比較困難 5顆星全部要用到 怎麼用呢 來 首先 最左邊的兩顆 先連線 然後延伸 沒怎麼往後面去 沒關係 最旁邊的兩顆星 也是一樣 連線延伸 在後面的交道 一個虛擬的焦點 虛擬的焦點 再從朝中間 這個長度 這個方向 然後一樣也延伸 就是不對是嗎 1 2 3 4 5 就可以找到北極星了 可以嗎 好 這個找到很簡單 只是後面先後座比較複雜 可以嗎 好 在這裡我先問各位一下 曾經在田場 真的看過北斗七星的前鞠手 有嗎 3位 4位 4位看過北斗七星 那其他沒看過 沒關係 沒看過 不要緊 中國人自古以來 不喜歡看北斗七星 因為北斗七星 長官死亡 中國人當然喜歡看南斗六星 因為南斗六星 長官壽命 南斗六星 在我們一直到七月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陸續 就可以找機會 找幾個 如果我們能夠 那天天氣好上山 我們就可能可以看到南斗六星 你們就要被認了 那 有沒有人知道南斗六星在哪個星座嗎 來 那個 我們請射手座再舉手一下 來這位射手座舉手一下 大家請看他 為什麼 南斗六星就在射手座 OK 南斗六星就在射手座 所以呢 我說 說好 因為南斗六星長官壽命 中國人認為說 如果多看南斗六星 可以 嚴嚴益壽 所以現在 目前 大白天怎麼看南斗六星呢 那沒關係 大家就請看他吧 所以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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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你們絕對看過這些書 或者是 看過電視劇 或者是看過漫畫 你猜猜看哪一本書 你們絕對知道這個書 來 誰猜出來 又有加分 來 有誰要加分 水果酸 來不對 再猜 答對了 就是在投眼皮 欸 等一下 我再請那個 前面有兩個人已經 這樣有沒有 等一下我再聊 來 你為什麼知道三國眼 才 人家想到綜合量 他跟星星有關係 唉唷 不錯喔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一個 你們 你們真的 之前看過三國眼 你真的有看到 我剛才講過說 南斗六星長官壽命 背斗七星長官壽 有看過嗎 應該沒看過吧 因為你們看的 大多數是 百里花 或者是你們看的是 電視劇 那因為呢 白話文當中 那個什麼 白話文或者是電視劇 他今天描述這種 很學的故事 感覺快轉 所以白話文當中 他已經錯了 有機會 各位一定要看文言文吧 文言文不會很難 文言文不會很難 有機會等一下 等一下中間下課的時候 我把尾文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第六十九尾 它上面標題叫做 補周易 管什麼事情 來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這個字怎麼念 補周易 管什麼事情 好看這個字怎麼念 看這個字怎麼念 好看 趕快講得出來了 右腳的 蛤 路 答對了 馬路的路 欸你們都怎麼找 我就覺得很好寫 你們是有寫的對不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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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他被蜀漢那邊的巫師 就迷惑了 迷惑了之後他就開始有心病產生 就一直躺在床上都有心病這樣子 結果後來呢 那個曹衛那邊的大臣叫做許之 許之呢從這個京城 從京城來找這個曹操 知道曹操有心病 就跟他想說我來介紹一個這個人叫管路 那